热闹片炮声炒热气氛 适逢初九天宫生日 民众想拿头助赞颂的 福气局跟红包沾喜气 穿着火辣短裙 台彩女孩动感任务 为了热闹迎来 台彩加码的倒数日 2月15号是大乐透 称姐大红包 最后一期开奖的机会 总共的奖项将会有 最后一期所有中奖人 来均分这4400万 大乐透春节每期 加开9个号码 对重其中6个 就有机会成为百万富翁 加码连连也带动买气 那今年的这个业绩 比去年大概成长了 大概差不多有47个% 我们今年大概总共销售 大概有205亿 比去年有增加66亿 台彩总经理蔡国基 现场也透露 大乐透春节大红包 中奖人的好运秘诀 大百多位的这些的中奖人 他们的电脑选号的 占了79个% 自选的是占了21个% 其中有一成以上 是用包牌的 明天14日就是西洋情人节 威力财也即将开奖 该如何增加中奖几率 买法也有诀窍 威力财奖金快速也高了 已经来到上看4亿 第一区选一个选号 第二区1到8个号码 全部包牌 当场掏钱带头买彩券 台彩总经理蔡国基说 这是要送给老婆的情人节礼物 买这个威力财 买这个包牌 包大乐透 七年扣的 今年情人节不妨买彩券当礼物 做公益又可能发大财 德文财经新闻 刘亦轩卢伯聪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